當然啦就是說上課什麼 上就上吧 也沒有什麼 洪志昆去上課 你覺得他就不會做這件事嗎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們犯的這些事情都是常識 它不是法律 你去強親人家 去襲胸 去伸到人家褲子裡去摸人家的腰 去拍人家的屁股 你這個不需要法律 你都知道這是不可以做的 用常識去知道你可以做這個事情嗎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他也申訴了 有好幾期已經 他已經像申訴了 已經跟你申訴了 你是怎麼處理的 什麼你大叫就好 什麼你跳車就好 什麼你搞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忍耐 對你是不好的 你這個也其實說實話 你常識都知道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你都這樣做 南京 我其實不想針對這個宜翔 但是宜翔剛才講那個話 讓我有點驚訝 你就說大家很需要上課 因為有很多時候是不自覺的 但是我在仔細看蔡英文講的話 我就發現說這個 這個竟然是在民進黨裡面 是存在的一個大家的一種普遍的認知 是這樣子嗎 因為蔡英文說 我們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在人與人的互動中 哪些行為是超過分際 要自我約束 就像剛剛趙先生講的 這些事情 他不是一般的 不是說我今天 好就這樣 我這樣子抓著你的手 或是對你清潔保持關係 不是耶 他是襲凶耶 他是摸臀耶 他是這個洪志坤 他是躺在那個床上 要那個女導演跟他一起躺在床上 他是打電話跟他說 他是打電話跟他說 你是不是要開公司 我可以提供你這個金錢上面支援 但是你偶爾要讓我認信一下 他是後來還曾經有打電話跟他講說 我聽說你可以用這個信來換這個案子 怎麼我沒有這個hold con 這個怎麼會 這個很清楚的可以判斷吧 然後就嚴致發 我們這一位前總統府資政來說 他跟那個女黨工講什麼 他跟那個女黨工講說 因為他跟他男朋友住在一起 他有沒有你這樣子是 他有沒有給你這個賠稅的費用 他講這樣子的話 然後他要去參加那個同志的這個活動 他就罵不要跟這些人搞在一起 講了很多很不堪的話 包括就是對他的動手動腳 這些東西你不知道什麼是人際的 這個應該有的一種關懷以及超過奮計嗎 就是說蔡英文今天當嚴致發的事情 爆出來之後總統府會說沒有調查權 你因為總統府的縱容 所以嚴致發後來才敢於提告啊 如果不是有這麼大的這個輿論的這個壓力 主要是網友啦他根本不太不會太在意什麼 在野黨什麼批評什麼 是因為網友罵翻了 蔡英文他們才 蔡英文才去出手 這什麼叫做出手啊 對不起你在第一時間的反應太糟糕 太差了 我可以很快回應去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被這樣子定位 我剛剛說不自覺的部分 歧視呼籲陳委員 剛剛也提到不自覺 我的意思說應該要透過教育區消除 所有不自覺方面的歧視 因為當然也有自覺的歧視 很多是自覺的歧視 多數是啊 但是不自覺的歧視也是要消除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